警方回復本部查詢時表示 於今日中午12時48分接報 指一名婦人在元朗青山公路近水邊圍爐 租一輛的士撞倒 警員接報到場 該名66歲婦人腰部受傷 經救護車送屯門醫院治理 涉事的士司機63歲姓范 暴青頭痛和腰痛 經救護車送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 警方正調查意外成因 網上流傳的其中一段片段可見 涉案的士元青山公路快線行駛 而該婦人則在快線上推著載有紙皮的手推車 片段顯示 當的士駛致和該名婦人相距約5米左右 的士煞車燈才亮起 最終將該名婦人撞倒 另一片段可見 現場雨勢頗大 有三名熱心途人 跪在的士車頭撐起雨傘 為傷者擋雨